慢一点 你要讲话大声音捞的 哎呦 哎呦 平息 哎呦 该怎么办呢 哈 找他 他是谁 就是我们今天呢 要介绍的重点 鲜罗铁线 啊 也许大家 对他不会感到陌生 因为呢 这个鲜罗铁线 是著名的园艺植物 有没有 看到他这个红红的叶子 就知道了 多么讨喜啊 这个鲜罗铁线呢 是属于 灌木类的 啊 就跟我一样高而已 看看 来 摄影师 看看他的分支 看看 分支好多好多啊 他就是灌木嘛 然后你看 这个分支点呢 也非常非常的低 好 那么现在呢 他的枝条 白白的 嗯好 我们下把重点呢 放到叶子上面 这就是鲜罗铁线的叶子 啊 看到没有 他的叶子呢 是属于 互生的叶子 然后在嫩叶的时候 嫩叶的时候 嫩叶的时候 有没有 很像十分美丽的 红色 看到吧 红色的 而且上面又有 批的一些 心状毛 什么叫心状毛啊 反正就像猩猩一样的龙毛就对了 这个 然后呢你看 它的叶园呢 有一些锯齿 这就是所谓的 锯齿圆 然后在成叶部分呢 你看 叶面变成了 呃绿色 可是在叶背 哦 还是美丽的 红色 比小看心状铁线 它呢 除了 当原地植物之外 还有其他的功能 来 看它的叶子 它的叶子啊 可以治疗一些 像 牙龄出血啦 或者是说 像我刚刚出现的那个状况 贫血 或者是咳嗽 还有 中暑 而在这个其中呢 最常用的是它的根 来看一下它的根这个地方 它的根啊 可以用来治 风湿性的 管节炎 有没有 厉害吧 然后它的筋 还有液 对皮肤的一些 溃疡 或者一些 创伤啊 有效果 然后至于它的花呢 可以治疗 拉肚子 或者是 吐血的状况 好 还在重点 它 然后它的花 它呢 是雌雄铜珠 而是 溢花 也就是说啊 它会开出 熊花 跟 雌花 它就属于这个 碎状花絮 就像稻碎一样 碎状花絮 至于它的果实呢 然后这个花絮 掉落之后 它的果实是 硕果 硕果呢 就是说啊 然后果实成熟之后 会开裂 然后呢 种子就会 飞散而出 这就是说的 蛤 心动品线 是我们今天绩效的重点 什么 什么棒 谢谢大家